天節快樂 想要的朋友 手在哪裡 未婚女性手拿著繡球 搭乘高空作業車 緩緩升空 單身到了最高點 繡球往外一拋 希望可以拋到有圓人手上 這真的滿高的 腳在發抖 廣場上有多達四百多位男性 等著搶繡球 雙手舉高高 希望在情人節這一天 找到另一半 要的朋友 手在哪裡 快快 看到經理車子就往下丟 有的繡球拋得遠 有的幾乎是直線落下 家裡市有名的月老廟 舉辦未婚男女拋繡球活動 超過五百人報名 男性有四百多人 女性只有八十幾人 比例大約是五比一 想說來試試看 在這裡可不可以找到什麼 如一郎繼續拋到 就好好認識一下 年二十二歲 體驗那個古早以前 拋繡球的那種感覺 情人節找情人 在高雄的這間甜點店 店員一大早上班 就看見了大驚喜 門口擺了十個大道的花圈 寫著店名 蘇妹 情人節快樂 美女老闆還特地看了監視器 發現花店人員 是在前一天晚上九點半左右 再來擺放 七點半來上班的時候 就發現很恐怖的是 外面以為發生什麼事了 然後後來才想說 今天是情人節 然後可能是我們的粉絲送我們的 然後給我們的一個驚喜 很酷耶 這個點子 紅花黃花組成的大花圈 實在很醒目 雖然樣式不算浪漫可愛 但是一次排開很有氣勢 送花者的巧思 應該已經成功吸引到 心上人的注意 三年新聞 徐士廷 廖國雄 何晨鳳 嘉義 高雄 綜合報